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龙韵竹向王毅博人行李牌鞠躬 是牧强的表现,也是关于尊重的传承 自从开始关注王毅博以来 自认为已经修炼得足够淡定 似乎对于王毅博会以何种方式 何种话题登上热搜榜单 都不会太过惊讶 然而龙韵竹向王毅博人行李牌鞠躬 这一话题登上热搜榜单之后 却还是让很多人对这一举动感到诧异 网友,鞠什么躬? 不是应该直接把人行李牌抱走吗? 虽说将王毅博的人行李牌直接抱走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却充分地体现了网友对于王毅博的喜爱 很多人也就这一行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表辩不一个说个礼 但是通过对王毅博以及龙韵竹的考古发现不难发现 这是牧强的表现 也是前后被奸关于尊重的传承 对于乐华娱乐新纪女团内 可能只有在官宣预热之时 旗下全体艺人为其应援 却恰巧碰上王毅博的风起洛阳 也在预热 故弄玄虚的宣传海报 被热心的网友误荡成乐华全员为王毅博 新剧打抠的乌龙而小范围出圈 而这一次龙韵竹的单独出圈 却是因为向王毅博人行李牌鞠躬的行为 其实谈不上所谓的蹭热度 但是从Vlog里小女生们的言语中可以发现 这只是王毅博客在骨子里的教养 成为了后辈们尊重她的原因 其实在日常考古中经常会看到 关于王毅博谦逊有理 礼貌待人的话题 无论是与前辈同台参加活动 还是和同辈们同台表演 亦或是与后辈们偶然见面 甚至是对工作人员 王毅博谦逊的态度也从未改变 在Vlog里 刘嘉欣就表示因为在家族演唱会中见到王毅博 即使作为前辈 他也会向后辈鞠躬而感到惊讶 因此前辈的尊重换来了后辈的更加尊重 这也是关于尊重的一个前后辈之间的传承关系 并且在节目中 龙韵竹的一曲、面具 向屏幕前的观众展现了一个小女生对Old School的理解 而众所周知 王毅博就是Old School出身 并且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 日以继夜的练习 后与街舞大神之间交流学习 凭借扎实的功底 活学活用的灵活多变 得到了街舞圈的一致认可 有了舞蹈这个共同喜爱的领域 作为小师妹的龙韵竹 对于街舞王队长自然是有崇拜的心理 作为后辈的他面对着前辈的成绩单 自然也会有幕强心理出现 其实 我们大可不必深究这个可爱的小女生 在面对王毅博人行李牌那一刻 她的心理变化究竟如何 是不是果真如看到的那样 只是一瞬间 就是那一眼 下意识地就想要鞠躬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相信 那时的他一定是在真实地表达 对于前辈王一博的崇拜 尊敬与喜爱 毕竟他能再看到力牌的一瞬间就鞠躬 就好像粉丝们在看到王一博的力牌时 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拍个照 甚至想要把力牌搬回家的丢人行为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巴掌随笔 在偷笑这个可爱的小女生的同时 也不禁感慨 如今的王一博也从当年的新人 变成了被人尊敬的老人 不管是娱乐圈也好 现实生活也罢 无数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涌进人海 一代代新人接过前辈手里的接力棒 不断刷新着历史 很幸运能够看到王一博从新人变成前辈 并且能够将尊重这种美德传承下去 带给后辈前行的力量